这里面真的就是茄子皮 发生米的量有点太多了 煮锅巴又煮干啥吗 这能辣丝吗 它有点超锐 但现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哈喽 这是您的可可呀 你们有吃过那种很奇葩的饺子馅吗 我知道有一家店里面 有特别多奇奇怪怪的馅 今天趁着头服 咱们去尝试一下 我和晶晶现在已经到这个店门口了 出发 没有人 我们来的好是时候 哇 这这么厚 我的天 后面应该是彩叶 饺子应该都在这一叶了 要点餐 要一个五彩茄子 这是热菜 行 一个茄子皮的一两 紫锅巴一两 芝士一两 公报鸡丁一两 南方的话是不是头服不吃饺子 对 所以刚刚说 我刚刚说头服吃饺子 这是饺子汤吗 对 我喜欢清淡了 刚开始煮 我就喜欢这种 清淡的饺子汤 像清水一样 没有任何的淀粉存在 哇 是我们的菜肴来了吗 好的 谢谢 这个要拌一下 好的 我们自己拌吧 好香啊 它真的是一个热菜 这个配料看着就很香 有葱 就是香菜 香菜 葱 肉末 蒜 葱 番茄 肉丝 蒜末 香菜 哇 来了我们的饺子 这是你们的 这是全部吗 对 这是茄子皮的是绿色 紫色是紫锅巴 橙色是芝士 白色是公包吃丁香 好的 谢谢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饺子了 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 这个茄子看起来就是油汪汪 怎么办呢 哇 哇 我觉得这一口就很好吃了 它这个茄子炸过吗 你说 应该是炸过的 要是咱们能吃一下米饭 再来碗米饭真的绝 好好吃 甜甜的糯糯的感觉 那个蒜的存在 它没有那么的油腻 真的 这个东西一定半饭一绝 它有点超越第三仙 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咱们要尝上饺子了吧 开动 开动 绿色的 这一个还挺大的 这里面有肉吗 有鸡蛋 忽略我脏兮兮的餐盘 这里面真的就是茄子皮 还有青椒鸡蛋 哦 还有粉条 它这个皮 下面的部分 它比较薄 上面那个包起来的地方有点梗粥 我挺喜欢吃上面那个地方的 我也喜欢吃那种有一点点 嚼劲的 对 但有一说一 我没吃出来这茄子皮有什么味道 我只吃到了青椒的味道 是因为吃太快了吗 我觉得它的盐度是适中的 不用调 我们没有调醋和酱油什么的 真的 这个很棒 咱们俩都吃两个饺子 一两不是六个吗 嗯 用什么剩下 这还满一送一 我觉得很不错 它饺子馅丝毫不油腻 但这个真的会比较辣 就不能吃辣的要顺点 工报鸡丁馅 它底下真的好薄啊 这个皮 这个皮 饱足产益 我觉得花生米包 你这个里面 没有那么脆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茄子是去皮的 它的皮在这里 酒馅 吃完咱们再结 我觉得一整个吃下去 我能理解你说的那个了 就是花生米的量有点太多了 感觉是整个酱包起来的 整个饺子 看哪里吃的花生米 而且主要花生米还不脆了 来 吃吃一个 这个破了 实在是太薄了 紫锅巴就是紫甘兰吗 紫甘兰 锅巴 绿豆芽和肉末 这有锅巴吗 我只能看到满瓶的紫甘兰 都是紫甘兰那个脆脆的感觉 还有一些 锅巴的那个油香 有一点 会比其他这些油一些 咱们没 没得先上芝士的 对不对 快 试一试 一会拉不了丝了 这能拉丝吗 失败了 是因为咱们吃晚了吗 这里面还是可以看到 那个芝士的丝状物 但是我们俩都拉丝 我们俩都拉丝失败了 就把披萨包进了饺子 没有吃什么 特别的味道 就是那个披萨上面 酸酸甜甜的番茄酱的味道 芝士的味道会有一点 难改的 但不是很突出 还有一点模糊你看 但这个皮 我是真的喜欢 有一点耿旧的地方好好吃 其实跟我们有一个人 我们在这家擀脚的皮的时候 都会遵循一个原则 就是 中间厚 两边薄 因为我们怕漏 他们不怕 因为漏了它也敢端上来 我这个里面吃到那个锅巴了 不知道是没煮熟还是怎么 有一点硬 就那种绵了那种硬 今天一圈吃下来 我就喜欢的是这个 虽然它有一点点辣 我偷偷吃到 鞋子皮也是能吃的东西 而且可以做的这么好吃 鞋带来之前 我对那个锅巴蟹的 是对 期待的 其实我也是 鞋子刚来锅巴 听着就会觉得 里面是不是脆脆的呀 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它是脾了的感觉 好在它的煮熟还是脆的 这你也不吃了 这也不吃了 既然加不起米饭了 咱们就饺子蘸一下 你为它俩和一些有点好吃 这个是甜甜的 这个也是甜甜的 就丝毫不违和 我刚才还在想 这个茄子里面 如果加点花生 应该会更香 这就纯层是自己加花生了 他们家的饺子皮很好吃 内馅的咸淡 控制的也很适中 但只是我们试的 那几个奇葩的饺子 除了茄子皮的比较推荐 其他的五彩茄子 可以来一份 配个米饭 秒杀第三� 那今天这一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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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